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隐藏版的美味 我们带你到桃园 这里有一家超人气的姜母鸭店 老板为了制造惊喜 每天都会特别准备 不在菜单上的私房料理 其中一道招牌菜相当受到欢迎 叫做焦麻牛棒鸭 老板特别选用上等的鸭腿 先得用50度的热油烫过之后 锁住肉汁 然后再淋上自制的焦麻油来拌炒 制作过程相当费工 也因此每天限量只有10份 要吃上还得碰运气了 小姐 我想要点那个麻辣牛棒鸭 那谁要买软鸭啊 为什么你会知道 菜单上面没有 因为我们是常客啊 在姜母鸭的专卖店中 居然有隐藏版的私房菜 到姜母鸭的地盘上抢工菜 就是这一道焦麻牛棒鸭 而且只有熟门熟路的饕客 才知道的神秘美味 您瞧多难得才上桌还没动口 大伙就先动手抢拍照 我们常来 那跟老板娘的感情也非常好 她常常会不时的提供我们一些 别人吃不到的私房菜 让我们倍感到就是说 受重视的感觉 小明想要吃上这道私房料理 焦麻牛棒鸭 还得跟老板刮干净 但因为制作费工 老板说一天也只能限量十份 因此不在菜单上 但听说 如果你和老板够投缘的话 说不定还能获得免费招待呢 因为我们店里面 常常会有一些所谓的首客 他们会常常来跟我们捧场 我们就考虑到说 他来店家吃久了会腻 所以我们就跟师傅讨论 就是说我们会不定期推出一些 所谓的私房菜色 让他们来我们 不会因为说常来我们店 就会觉得说吃腻了这样子 用来收买客人的焦麻牛棒鸭 从原料的挑选就很细心 店家选用肉质Q弹的腿肉部分 顺着肌肉纹理仔细去骨 只见师傅小心挥刀 因为鸭肉太过软嫩 一不注意就会破坏了鸭肉口感 为了保持鸭肉汁的状态 在料理之前还得要先用 大约50度的热油稍微炸过 过程中得要不停地搅拌 以避免炸得太干 不能太熟 因为你如果太熟甚至太干的话 那鸭肉就会失去原本的那种鲜度 那你吃起来可能就干干的 像在吃牛肉干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油温不能太高 那也不能炸得太熟太熟 另外配角切成丝的牛肉 为了要呈现虚无而不游的口感 得要使用超过120度的高温油炸 低头师傅海点忙着将花椒与胡椒 用小火爆香 花椒麻胡椒香 两分钟内靠着装椒炒出来的香料 麻而不辣 其实这个叫做椒麻牛肉铺牙 那顾名思义就是要它的椒跟它的麻 用花椒和白胡椒我们下去炼油 然后炼油 然后颗粒把它去掉这样子 重点是要它的味道而已 周麻牛棒鸭 经过大火炒过的鸭肉 不像一般鸭肉炒过后又柴又老 想不到入口却是滑嫩多汁 加上自制的辣油提香 微辣微麻的口感和香脆的牛棒丝 口口都有不同的惊喜 它的肉的质感非常的滑嫩 那跟一般的这个鸭肉 色色的感觉起来是不太一样的 还蛮特别的这道菜这样子 另外不在菜单上的隐藏白美味 还有这一道玉香荷叶鸭 切成条中的带皮鸭腿肉 躺在绵绵蜜蜜的大甲芋头泥中 吸附了芋头香 再混搭外层的荷叶香气 更测入口时的清爽 就是我没有在外面吃过这种的 然后它的那个芋泥啊 非常的浓郁 然后就混合在一起 就会非常的美味 然后就不会说会卡在喉咙啊 之类的 然后还蛮顺的 假如运气不好 抢不到限量版的私房菜 没关系 店内的主打心 清炖姜母鸭 也是在外头吃不到的美味哦 而且店家就靠着它 短短四年成立了三家连锁专卖店 天天热卖上百锅 不同于一般市面上 先炒再煮的做法 这里的姜母鸭 是直接配上人参 党参与枸杞 还有独家秘方的汤头 直接炖出鸭肉的甜美 清淡汤头 飘出淡淡中药香 直接焖煮的鸭肉 不彩不色 更加细致鲜甜 它的汤头很清淡 不油腻 外面的姜母鸭 它的鸭肉是 感觉是先炒过的 所以有点比较老舍 这边是直接清炖 很鲜嫩又很甜美 料多实在 不管是清炖的姜母鸭 还是得要碰运气的店家 手工菜 焦麻牛棒鸭 与玉香和叶鸭 都是在别的地方尝不到的美味 颠覆鸭料理的口感 是店家给客人最大的惊喜 也是留出客人最重要的秘密武器